香港雖然是彈丸之地 但特色建築多不勝數 但中環已有匯豐銀行、中銀大廈、政府總部和立法會 都是享負盛名的海外和港產建築師設計 但要成為知名的建築師和顧問 業界的中小企還有很遠的路線 身為業界代表的解決師 我一定竭盡所留 服務社群 我們建設規員的青年和中小企 很多都有熱食和創意 很有水準 但往往欠缺一些機會 讓他們可以發揮所長 累積經驗 政府其實有很多不同的工程和項目 可以讓他們參與 只是很多時候門檻和要求都高 令到中小企很難有機會參與到 要培育更多本地的人才 我認為要給機會給青年和中小企發展 爭取再爭取 終於有結果 建築處設立了我的意見 除了小規模項目 一些大型項目 會要求成建商和顧問公司 將部分工程設計工作 聘用由建築師事務所商會 以及香港建築師學會的 第三組建築顧問公司負責 預計單是今年的年度 會有12個項目 涉及的金額達到236億元 還未夠呢 除了建築處 我希望其他政府的部門 和半工營的機構 例如港鐵公司 機場管理局 和醫院管理局等 都可以採用相同的做法 給多些機會給業界的青年和中小企 讓他們可以累積經驗 慢慢成長